嗨大家好,我是Vinci,我是温修斯 你是来看我片的观众 提到在空中拍摄的设备呢 大家通常会叫做无人机或者空拍机 无人机字面上来说是无人的 空拍机应该是空中拍摄的 但是现在这个时代呢 没有人再认真分辨名称了 感觉无人机啊,空拍机啊都一样无所谓 就像我点了一个牛肉汉堡 我问服务员为什么没有汉 服务员会心想你 我其实真的很想把这种 空中拍摄的无人机叫做空拍无人机 简称空无机好了 因为我在台湾住了两年呢 我发现台湾人都觉得 只要超过三个字的名词都需要被简化 比如移工,陆配 嗯?我怎么会想到这两个词呢 有时候呢台湾人甚至只听得懂简称啊 还有更厉害的词 自从他发明的那一颗 它就是个简称 它根本就没有全称 就例如监理 如果你对空拍呢只是有所耳闻的话 你印象中的空拍应该是这样 如果你对空拍非常熟悉 那印象中的它应该是这样 这样 或者是这样吧 假如你从来没听过空拍 那你印象中它应该是这样吧 嗯?这谁帮我剪的 我的意思是这样 其实现在大众最容易接触到的空拍无人机呢 是DJI大疆的Mavic系列 性价比高操作容易 性能稳定 拍出来的画面也不错 但慢慢的我们对普通的空拍无人机拍的东西呢 已经有一种审美疲劳了 我们需要玩一点更刺激的 今天我就带大家了解一下 最近我玩的另一种空拍神器 就是FPV穿越机 FPV是First Person View 意思是第一人称视角 把相机装在飞行器上 看着同步传回来的画面 然后进行操作 嗯? 把相机装在飞行器上 看着同步传回来的画面 然后进行操作 听起来不就是一般的空拍无人机吗 确实 严格来说一般的空拍无人机 也是第一人称视角 应该也叫FPV啊 所以这个视频的魔力 就是可以让你越看越糊涂 不过这都是名字惹的货 别再像我一样这么纠结名字了 因为根本没有人在意 名字与实际功能的关系 就好像我知道有人养狗叫喵喵 有人养猫叫旺财一样 其实FPV不只是把相机放在飞行器上 它可以放在遥控车遥控船上 都可以叫做FPV 但是时代变迁 现在你说FPV呢 基本上都会被这种四个螺旋桨的飞行器给占据 所以我们今天聊的也就是这个东西 中文叫做穿越机 我觉得非常贴切 第一次听到这个词的话也会有一些概念 不像我来台湾第一次听到J理所的时候 根本想象不出来是干嘛的 穿越机一开始就单纯是一种遥控玩具 后来人们拿它来竞速比赛和空中拍片 那穿越机跟普通的空拍无人机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那我就跟大家说一下它在性能上的两大优势 第一FPV穿越机可以快速飞行 你会说 一般的空拍无人机飞的也不慢啊 对但一般的空拍无人机呢只是在水平面可以飞的比较快 就拿目前流行款大疆的Mavic Air 2来举例 水平面的飞行速度呢差不多每秒20米左右 但是它升降的速度呢每秒只有4米 所以这个升降速度也只能说是在调整你的高度而已 而FPV的快呢是可以像火箭一样冲上云霄的快 我又带劲力了 当然它也可以自由落体 甚至如果你赶完的话你可以加速冲向地面 这都是一般空拍无人机所办不到的 所以我总觉得一般的空拍无人机它就是个二维玩具 是一个平面的 但是穿越机呢它是一个三维玩具 是完全不同层面的东西 FPV穿越机第二个优势呢就是它的灵活性 假设这是一台一般的空拍无人机 它的倾斜角度呢往各个方向可能也就三四十度就到极限了 但是现在它是FPV穿越机 它的倾斜角度是没有极限的 你可以这样往前 然后甚至整个转过来倒着 然后转几圈都是没有问题的 各个方向都一样 而且它可以转得非常快 所以面对如此灵活的穿越机呢 对驾驶员的操作要求门槛就非常高 例如你已经会开车了 就是我说的一个二维玩具 现在给你个三维玩具 直升飞机 你应该操作不起来吧 现在我就来举一个实际操作的例子 让大家来深刻体会 它到底跟普通的空拍无人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说个最简单的起飞动作好了 一般空拍用的无人机呢 你点一下就可以一键起飞 如果你不做任何操作 飞机就会继续悬停在空中等待你的操作 但是FPV穿越级的起飞呢 是先放好飞机 这个是油门了 例如当你油门推到40%的时候 飞机起飞 等一下 严格来说不是起飞 是飞机上升 因为如果你不做任何操作 油门还是停在40% 飞机就会一直继续的上升 如果你把油门收掉 飞机因为没有动力就会开始往下掉 你如果想要飞机保持在一个水平的高度呢 你就要不断的一直调整油门的大小 玩过Flappy Bird你就会知道这种感觉 所以如果你没经过一段时间的认真练习呢 你想让FPV穿越机固定在空中同一个高度 这是不可能的 而且在真正操作穿越机的时候呢 你除了要操作油门 你还要同时操作航向 抚养 横滚 所以全部都要同时操作 这个应该比开车难 63倍吧 但说句题外话 开车啊 操作自己的车是不难 难的是应付马路上的状况 还好现在无人机暂时没有交通拥挤的情况 基于FPV穿越机的机动性呢 用来竞速自然是非常爽的 如果把相机装在上面 就可以拍出动感非常强的视频画面了 所以穿越机呢 也就衍生出了不同的几个主要流派 紧张刺激的Racing竞速机 可以展现操作技巧的Freestyle花式机 拍摄稳定流畅画面的Cineworld盘道机 以及可以拍大山大水的Long Range远航机 在穿越机里面呢 飞行只是占了一半 另一半非常重要的 就是它的组装 以前的穿越机呢 全部都是需要自己组装调试的 直到2021年大疆出了FPV穿越机套装 省了组装调试的麻烦 我这一台就自己组装的 它的优点是 你可以根据需求来调整里面的配置 而且因为穿越机经常炸机嘛 所以哪里如果炸坏了 你可以立即自己更换 但它的问题是装机的技术门槛很高 你需要一些电路和焊接的一些知识 大家的FPV套装呢 就简单直接 你买来就是一套 可以直接飞 但它的问题是呢 如果你炸机了 其实某个零件坏掉了 你要寄回厂里修 所以这差不多要一个礼拜吧 它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价位太高了 不过价位高好像不是它的问题 是我的问题 正如你所见 我没有 是我的问题 如果你也想不花大价钱呢 就组一套自己的穿越机来飞个爽 我就跟大家来讲一下穿越机的构造 让你有个大致的了解 一套完整的空拍无人机或者是穿越机 都要有三件装备 第一就是飞机本身 第二就是可以操作飞机的遥控器 第三就是你需要一个显示器来接收飞机看到的画面 一般的空拍无人机呢都是在手机上或者一个小屏幕上可以看到画面 但是FPV穿越机呢通常是这种沉浸式的眼镜 因为操作FPV呢需要非常高度集中的注意力 所以沉浸式的眼镜就非常有帮助 可能就光这三个东西你都要从不同的品牌买 比如说我眼镜是大江的 我的飞机是Flywood 我的遥控器是TBS黑洋的 遥控器和眼镜呢你买来就是这样 你不需要做什么改装你就可以用 但是飞机本身呢它里面就非常复杂了 尽管现在有卖整套已经装备好的飞机 但是我非常建议大家了解一下里面的这些部件都是干嘛的 有电条、飞控、图传、接收机、马达和摄像头 我知道你听得懂里面的两个 就是马达和摄像头嘛 把它们装在一起 焊接、调试以及实际操作都非常有难度 经验如果不足的话 中间烧掉几个部件都是非常正常的事啊 我就是个例子 所以玩穿越机呢心态一定要好 不然光是炸机呢都能把你炸绝望 好如果你对穿越机和拍摄制作有兴趣呢 赶快订阅我的频道 下一集我会从我的穿越机开始 跟大家分享一些心得 好谢谢收看拜拜 好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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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